这是38岁的妙龄少女 深夜找人约会的监控画面 只不过一周后 等人们再次发现她时 她已经被凶手赤身裸体地扔在墙角里 变成了一具尸体 事情发生在2013年的5月9日 这天上午 清洁工王阿姨早早地来到 武汉市江岸区城中村的一个小树林里 清理垃圾 几天前她就发现 靠近东侧的墙边堆放了很多建筑材料 还有一些塑料薄膜 以及三合板之类的 起初王阿姨以为是附近的居民 临时放在这里的 就没敢乱动 可是一周以后 这里的东西依然没人搬走 还时不时地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腐臭味 王阿姨想着 虽然这里是城中村 但也不能影响世容世貌不适 在做了一番心理斗争后 她决定上前搬走这些材料 说不定今天的午饭就有了着落 可就在她伸手扳开三合板时 只觉得手里突然握了一堆 可以移动的小米粒 王阿姨此刻寒冒直述 她连忙甩开三合板 顶惊一看 乖乖 整个板子的背面 全是蠕动的苍蝇宝宝 而随着三合板被移开的一瞬间 王阿姨的头皮再次发麻起来 也为她看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 罗提女尸 王阿姨原本想着 把建筑材料拿去卖了 一顿午餐是跑不了的 可谁知 这下好了 竟直接省了好几天的饭钱 几分钟后 江岸区的侦察员们 也赶到了案发现场 通过勘查 他们发现 现场并没有留下 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任何物品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很明显 这里应该是一个抛尸现场 他们注意到 案发地是位于城中村 较为偏僻的地段 平时很少有人经过 如果不是刻意地去寻找 很难发现这个地方 并且 这里没有监控探头 而通往小树林的道路 又有十吨拦截 连电瓶车都无法进入 因此 嫌疑人要想顺利抛尸 就必须穿着夜色 不行致死 警方判断 凶手应该是 身强力壮的成年男性 并且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 就在此时 法医的尸检有了结果 经查 死者年龄在40岁左右 身高1米60 体态中等 是由颈部勒紧 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一周以上 更让侦察员感到意外的是 法医在该女子的体内 提取到了多名男性的生物检材 也就是说 死者在死亡之前 与多名男子发生了关系 那么 这起案件的凶手 难道不止一个人吗 结合已知的情况 警方一面将提取到的数据 录入到系统中进行比对 以免根据死者的特征 查找近期的失踪人口 很快 公安系统中一个关于李军的报案信息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原来 此人从5月1日开始 就不停地向警方报案称 自己的妻子胡霞失踪了 据李军反映 胡霞平时都在161医院的附近工作 每天都会在晚上的11点多 给自己打个电话报平安 可是自从5月1日那天起 妻子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他一连找了很多天 都没有任何结果 这与法医判断 女子的死亡时间大致吻合 后经过李军的辨认 警方得知 这名死者正是他的妻子胡霞 警察 胡霞 十年38岁 湖北大乌人 和丈夫育有两个孩子 可当警方向李军问及 胡霞生前从事的工作时 李军显得有些慌张 眼神不断地躲闪 像是在隐瞒什么重要的信息 直到侦察员成名利害关系后 李军才吱吱吱地道出了实情 原来 胡霞一直以战阶的形式 在武汉从事硬件软化的工作 而李军则留在老家负责带孩子 不过 他们之间有个约定 就是每次结束后 夫妻之间必须要通电话报个平安 如果哪一天突然失联 那肯定就是出事了 于是 在联系不到自己的妻子后 李军想都没想 就直接报了警 死者的丈夫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手机号码 于是我们把他手机号的通话记录给调出来了 通过记录 警方发现 死者最后一次通话 是在4月30日的晚上10点55分 而到了次日凌晨的3点左右 胡霞的手机关了机 此后就再也没有开机过 由此警方分析 胡霞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4月30日晚10点 至次日凌晨的3点10分 此外 警方发现 最后一次通话的手机号 与胡霞联系频繁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此人应该是他的熟客 通过调取这个号码的注册信息 民警了解到 此人名叫吴勇 十年55岁 武汉本地人 根据户籍信息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吴勇 并将其带至派出所配合调查 我当时问他 你最后一次见到死者 是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他就把手机拿出来了 就翻看手机 所以就发现一个 跟这个死者之间 最后一次通话 应该是在4月30号 晚上差不多11点的时候 通话干嘛呢 约会 约会的地点 就在101医院的建筑工地 可当警方告知吴勇 胡霞已经遇害时 他并没有表现出异常 反倒是很冷静地表示 对方的死 和他没有半点关系 据吴勇回忆 他之所以 与胡霞频繁联系 是因为 最近一段时间 他在161医院附近的工地 当门卫 那里正好有一间 多余的活动房 在得知 胡霞从事的工作后 他便动了歪主意 将自己不用的值班室 免费提供给胡霞居住 条件是对方 也得免费 吴勇说 案发当晚11点左右 他打电话给胡霞 两人相约在工地的值班室 打完扑克 之后 胡霞提出要去附近的小吃店 买夜宵 但是 他觉得当时已经太晚了 就没有同意 胡霞就独自一人离开了 到了5月1日 他也曾多次拨打了胡霞的电话 希望再约一次 遗憾的是没有打通 他以为胡霞已经离开了武汉 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已经死了 那么 吴勇所说是否属实呢 根据线索 警方随即对工地附近的小吃摊进行了走访 他们发现 附近的小吃摊很多 人流量巨大 如果单纯的排查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警方分析 胡霞出门后如果继续接客 很可能是以工地为起点 经过解放大道 到达161医院附近 而此前的实地走访时 他们发现 这段路上的确有几家小吃摊还在营业 于是 警方立即调取了这个路段的监控视频 经过死者丈夫的指认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胡霞的身影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已是凌晨2点10分 距离胡霞失联 仅剩一个小时 在这期间 如果有人和他见面 那么此人很可能就是 他们要找的协议人 于是视频侦察组的民警们都绷紧了神经 他们死死地盯着监控视频 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没一会儿 警方就在下一个监控中发现了异常 注意看 从这一个监控开始 一直有一名男子走在胡霞的前面 时不时地往后看一下 持续追踪 侦察员发现 5月1日凌晨2点35分 胡霞跟着这名男子进入了 位于医院北侧的二七新建社区 之后就消失了 警方了解到 在这个社区的北面 有一个狠不起眼的出口 在他的右侧 正是王阿姨发现尸体的位置 而监控显示的时间 距离胡霞失联不到半个小时 警方有理由怀疑 该男子很可能就是制造这起命案的真凶 于是 警方立即拿着清晰的监控画面 对事发社区进行秘密走访 很快就确定了监控中那名男子的真实身份 经查 此人名叫王远 十年四十五岁 湖北省麻城人 1990年因犯抢劫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8年刑满释放 这就奇怪了 法医在死者体内提取的生物剪裁 为何没有匹配到该男子呢 警方决定 先对王远实施抓捕 一切只能由他给出答案了 面对审讯 王远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交代了作案的全过程 据王远供述 2013年5月1日一点左右 他步行经过黄浦立交桥下 正好看到了被害人胡侠 于是 两人谈好价格 沿着解放大道 往嫌疑人的租住地走去 等到了租住地后 累了一天的王远准备去卫生间 好好地洗个澡 让他没想到的是 胡侠竟偷偷地翻了王远的衣服口袋 从里面掏出了几百元现金 等王远出来时 胡侠突然变卦了之前谈好的价格 要求王远根据他拿的钱加价 王远顿时火冒三丈 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 哪有出而反而的呢 手脚不干净也就算了 还坐地起家 他想都没想就和胡侠打了起来 两人越打越激烈 王远见已经无法站了 随即用手臂勒住胡侠的脖子 直到他不再动他为止 等胡侠死后 他脱掉了可以证明 其身份的衣物以及证件 趁着夜色 将尸体抛到了社区后门右侧的树林里 并到附近的工地 偷来三合板等物 盖在了尸体的上面 由于出租屋里死了人 王远觉得不吉利 随即退掉了原来租的房子 在隔壁另外租了一间 堂而皇之地住了进去 之后 他像正常人一般上班 休息 仿佛树林里的尸体和他无关似的 直到警方将其抓获 他才知道 自己这辈子已经彻底没了希望 小的 将军 作词